上期影片结尾我们提出问题 面对风雨交加的命运 究竟怎样做好一个反骨仔 这里的反骨仔并不表示贬义 而是面对命运的态度 选择以及勇气 反抗命运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这是来自古希腊悲剧的阐述 当人与命运抗争的时刻 方能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 这种进取的反抗精神 往往饱含着悲壮情怀 嗨各位好 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我是耶律律 这支影片是解读电影命案的第二期 我将用四个章节 拨开命理玄学的外衣 分析电影核心的表达与期许 帮美美姐化解死结的大师 因为她擅自离开而错失天机 少东错送外卖 目睹美美姐惨死 被勾起试杀本性 两人阴差阳错相遇 少东得知自己会因杀人而作奸 于是求大师帮忙改命 改命仿佛取经 一路闯关杜劫 终究还是煞雨而归 第一关老拆骨 执着正义 看尽无故生命消逝 所以对罪犯手段强硬 她年轻时便目睹少东杀猫 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她 还曾把少东送去牢教 老拆骨带队到符合大厦排场 下楼正好与凤杰美和杀手擦肩而过 措施案发抓捕后 她将矛头对准少东 心说杀人案搞不定 杀猫案可不能再发生了 真是为社区安定操碎了心 少东在挂摊算命之际 老柴骨一把将其扑倒 说他母亲中风住院 家人要他去探望 来到医院 老柴骨和大师闲聊时说 少东患有心理变态 也就是人格障碍 天生没良知 没同理心 还会伴有自责和反社会行为 在九岁那年 少东趁姐姐午睡 在床上插满刀具 导致姐姐毁容 所以家人都认为他是怪胎 老柴骨这么形容 不仅与大师给出的命盘相照应 也错面印证了他对少东的偏见 少东的确天生心理变态 难改嗜学本性 他也没有辜负老柴骨的偏见 追杀野猫时暗中行凶 趁其抽烟又想拔刀相向 大师作为命运说明书 接连两次化解危机 结尾天台上 他终于参透玄机 为老柴骨算得了命盘 少东的案件每次落在老柴骨手上 并非偶然 而是命运的安排 是老天注定的死结 第二关奉姐阿祖 大师给少东租下监狱 屋前屋后布好风水阵 还写上大杯肉用来改新 可惜偏安一遇的地方 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奉姐阿祖嗜赌成性 还热衷投资彩票 于是四处搬家躲债 少东将杀手凶器占为己有 阿祖敲门请他帮忙修理电路 充电之后 阿祖想用美貌勾引少东 可这职业习惯并未引狼入室 还差点将自己推向死亡 少东克制住杀戮冲动 请大师来处理困局 大师为阿祖算了算命盘 越穷越想发财 越想发财就越想赌 这个月有杀身之祸 六十岁以后才能发财 阿祖一听坐不住了 心想你知道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青春呢 六十岁人老猪黄 做凤姐都没人肯花钱 还不如早点死掉算了 少东听说他想死 瞬间红根入眼 呼吸急促 南亚胸中杀意 阿祖说他命苦 当然是一句气话 用来感叹命运不公 但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引得少东想帮他达成心愿 当真是一个愿意死 一个愿意埋 第三关物理治疗师 他杀死凤姐刘美美 引出少东杀戮欲望 出逃时将凶器藏在洗手间 又为少东升级装备 招魂上身的紧要关头 还使出一招灵魂出鞘 搞得少东和大师相互猜忌 伪装成证人君子的杀手 每逢下雨便要杀人 而且只杀楼凤 原因是他少年解剖老鼠发生事故 患上严重的心理创伤 彻底颠覆了他的人生 他是全篇唯一没有命盘的角色 也是唯一泯灭人性的反派 杀手和大师 恰似一组对照 前者对命运一无所知 且完全被命运驱使 后者对命运了如指掌 宁可疯癫也不屈从 有句话说 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杀手显然是后一种 用一生治愈童年 据说这是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 虽然有大量案例证明他是对的 但并不能作为开脱罪恶的理由 因为铸就罪恶时 人是有选择的 杀手的悲剧在于 他每一次都选错 结果 结果就英年早逝了 改命路上闯过三关 少东的杀心并未消解 反而愈加炙热 大师千方百计与命运绝利 却落得个疯癫归宿 我们绝望地发现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无论是算命还是改命 都在命运的掌控之内 他就像一个全知全能的神 或远或近地注视着人们 随便抬手紧一紧发条 改命之人便徒劳无功了 换句话说 改命这事并不靠谱 那么大劫将至时 我们要如何面对 老柴谷以正义之名 与少东为敌 激发着他的复仇欲望 阿祖用情欲和苦衷 引诱少东 好让他达成杀人心愿 杀手在行凶路上指点迷津 推少东向毁灭更进一步 其实命运围追堵截 始终在用外部因素 影响人心 并不能完全控制人心的选择 命运似乎只想让人从命 这就给了风水大事 以可乘之计 纵观全篇 大师精通阴阳风水 紫微斗树 对大悲咒也偶有涉猎 他明知天意不可为而为之 实为最了解命运的凡骨仔 影片一开始 大师假死改命 故风水镇 看上去神秘又中二 但的确对命运有所敬畏 拿人家当回事 这一段还算理性 他得知自己会风 果断拒绝少东 在被少东打砸风水镇之后 他捡回一朵盛开的花 栽回泥土施旧 老天忽然风云变幻 遮蔽阳光 他又找来日光灯 是要救回这朵花 可事与愿违 一番无微不至的照料 依然免不了花瓣凋谢 在这个绝望的过程里 他忽然参悟了 花凋谢了才有果 于是希望同然 决定帮助少东 打算与命运过招之前 大师先换上一套大号风水镇 巨幅强化 大号铜锣 超大反光镜 最有趣的是 他把阻止发疯的符咒 直接纹上几倍 直面老天叫嚣道 就算发疯也要干到底 一来给自己一个保障 二来用行动表明决心 战斗之前的准备让人亢奋 同时又很悲壮 还有种看清生活真相 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敢 大师为什么热衷为人改命 影片并未交代 但从他的家庭背景可以猜测 他原本只是普通人 从小生活在父母精神病史的阴影里 前辈算命先生告诉他 不能受到重大刺激 否则将会彻底疯掉 后来大师为了给自己改命 选择成为一名风水师 在了解命运的基础上 与自身命运展开抗争 由此可以推理 他悲天悯人 助人为乐的特质 或许也是抗争过程中的修行 而不全是职业素养 比如吉德转运 害死一群麻雀时 大师跪地痛苦 接着掏出静心法器 转头又以过来人的身份 告诉少东 不认输 不认输就一定有办法 于是便有了改新的段落 念咒诗周 佛道兼修 当老差谷告诉大师 少东天生没同理心 用人渣二字便可形容时 大师反问道 既然是天生的 那么是老天的错 还是他的错 接着伸手指了指天 少东作为大家施旧的对象 虽然没有普通人的同理心 但也未曾得到他人的共情与包容 其实现实中的情况更为复杂 对劳教后的育友 下过海的凤姐 社会总是无法消除偏见 甚至对中年秃顶的大叔 不同肤色的人类 也会凭空生出鄙夷 哪怕那并不是谁的错 相比之下 影片中大师的做法 颇有启示意义 他始终认为少东是个正常人 劝他跟脑海里的杀念说不 揍不揍笑不知道 但他表现出的同理心和包容 确实让少东卸下了标签包袱 让他更专注于反抗命运 实践出真知的大师 透过自己的抗争经历 帮少东与老天过招 先改风水再改新 内外兼修依然不灵 还差点把自己送走 被少东撞进医院后 他彻底陷入癫狂 一边下药 一边烧书 将八卦点击尽数销毁 还被老天开眼嘲笑 经过一夜熬战 他终于想出个釜底抽薪的法子 既然少东命太刺 不如别改了 直接换条命 殡仪馆招魂这段 不禁让人想起古希腊悖论特休斯之传 说如果特休斯船上的木头 不见被替换 直到所有的木头都换一遍 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船吗 纠摩罗斯翻译的大制度论 也有个类似故事 说行者晚上在空屋睡觉 半夜两个鬼闯进来 为了争夺一具尸体 争吵不休 二鬼要求行者做裁决 行者秉承着先来后到的原则 将尸体判给了先进门的鬼 结果第二个鬼大发雷霆 把行者身体一块块撕下来 第一个鬼看不下去了 又一块块撕下那具尸体 来为行者补全残缺 行者全身换过一遍之后 两个鬼失掉散落一地的尸块 扬长而去 行者原本的尸体被吃 新的身体来自尸体 一时间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回到电影 如果少东换了魂 那他还是原来的少东吗 其实第一期影片有说过 招魂戏码并不是命理玄学 而是创作者欲盖弥彰 这里分析不难发现 招魂后面藏着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悖论 和一个值得深思的发问 当我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时 我们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林家栋命案之前 在饰演精神病这个领域 全世界只有三个佼佼者 布拉德·皮特 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 还有刘青云 刘青云曾说 银河影像 难以想象 新银河在命案中的尝试 再次印证了这句话 林家栋全世的风水师 以勇敢 坚毅 疯癫 表现人性之美 电影的前后观感 和大师这个人物一样 将抗争命运的严肃主题 包裹在风水玄学的外壳之下 而后又通过匪夷所思的幽默感 混淆人物挣扎过程里的痛苦和喜悦 反抗命运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这是来自古希腊悲剧的阐述 当人与命运抗争的时刻 方能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 这种进取的反抗精神 往往饱含悲壮情怀 影片正是借用少东这个极端案例 展示他人生中一个完整的抗争轮回 以此达到警示说理的目的 少东与命运的抗争 从一开始就有所展示 他在警局撂倒大师 回家用皮筋弹手腕 听到窗外猫叫后 越弹越用力 似乎在努力控制自己 手腕套皮筋 通常用于强迫症患者自我提醒 可以视为对自身偏执的反抗 接着少东先后遇到沙展老柴谷和风水大师 一个用暴力阻止他犯罪 另一个用同情鼓励他战斗 老柴谷就像代表日神精神的阿波罗 站在阳光之下 以理性逻辑实施制裁 给混乱的社会带来秩序 大师恰如代表九神精神的迪奥尼索斯 在乾坤混沌之中 对抗冰冷清晰的秩序 希腊神话中 九神迪奥尼索斯是宙斯与凡人的私生子 是模糊人与神之间界限的象征 命案中的大师 能读懂命理天书 在人与命运之间形成纽带 大师所起到的作用 与九神迪奥尼索斯如出一辙 用混沌对抗秩序 用融合对抗边界 用疯癫对抗冷漠 当然 也有人说风水师是东方传统的代表 是赌心阴阳五行八卦秤尾的修行者 并以此证明东西方文化的殊途同归 我不否认这种解读 毕竟大师在钻空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直到住进精神病院 但是新系传统往脸上贴金的解读 恰是不理解悲剧的表现 中国文化中 一直没有悲剧这一概念 我们理解的悲 其实是惨 活着是惨 霸王别姬是惨 近些年的我不是药神 第九天长还是惨 以前还试图挖掘惨剧的思想性 时下惨剧成了一种风尚 越惨越卖座 那怎么区分悲与惨呢 其实很简单 在电影创作里 表现人物被什么战胜 视为惨 表现人物无法战胜什么 便是悲 惨剧里人物往往逆来顺受 漫不经心听天由命 悲剧里人物显示自身价值 愿意为存在价值 义无反顾去抗争 还有个更好区分的方式 主角哭哭啼啼惹 惹你哭的是惨剧 主角选择迎难而上 让你哭的是悲剧 比如电影命案中 少东的两次艰难抉择 先是刺杀老拆骨这段 影片竟用蚂蚁溺水 象征少东增长 再是天台挥刀开炉 昂首高呼 我是那个善良的人 两处艰难抉择 无不表现人物抗争时的 勇敢与坚韧 这俩场景如果对照现实生活 已经算不得隐喻了 而是阵臂高呼道 蝼蚁如果不向命运低头 有没有顽强生存的可能 开篇讲宿命论 一切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结尾讲方法论 万般皆是心 点点皆由人 看似对立的观点 实则由客观表达 转向主观判断 由未而内探索人物的 选择与成长 银河以往的作品中 宿命是不可违背的神秘意志 也是创作不可改变的原则 比如枪火中的全员死光 以及意外的死于意外 命案破天荒 给出个乐观温和的结局 直接颠覆往日的冷酷 无情无理取闹 据说光明结局 来自杜琪峰的坚持 还有版偏黑色的 来自郑宝瑞 大概是林家栋 对天哭笑五分钟 然后落幕 命案是郑宝瑞 迎合影像第三次合作 他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命运是不可以改变的 但是自己面对命运的态度 可以选择 我再延伸一下 选对选错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选 电影在天台高潮部分 邵东与老柴谷搏斗 就要一刀了结他的时候 大师再次观照那朵花 憨悟了花与果的后半句 是我自己选的 大师用自己面对命运的选择 给邵东一个触手可及的案例 只要你愿意主动选择 便可以做那个善良的人 这句话在紧张激烈的搏斗中 效果犹如波云见日 唤醒了邵东的自由意志 所谓自由意志是说 不光这一次要自己选 往后每次都要自己选 当然这种抗争命运的自由意志 并不比我命由我不由天 那般惨烈 更像是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的主观表达 除了不屈之外 还带着些许苍凉 邵东扒开头皮 对老天喊出他的抉择 难道他真的逆天改命了吗 结尾很快交代答案 并没有 大师指着眼前的命理天书笔画 这一次劫难避过了 可这一生还有很多 影视作品中 管这个落点叫做开放结局 其实好的文艺作品 从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尽可能描述人的困境 于现实困境来说 电影也尝试给出答案 比如那句花凋谢了才有果 还有两位主人公的结局 大师住进精神病院 邵东顺势度过劫难 前者虽然在抗争中失败导致疯癫 但他反抗命运的过程 深深感染了后者 花语果除了凋谢与成长 更多是一种精神传递 还是那句话 这已经不算隐喻了 而是直接告诉观众结论 上个世代自己选的命运 就算疯掉也要告诉下个世代 自己去选未来的命运 再换另一个角度解读 在指手遮天的命运之下 或说君子立于危墙之下 唯有疯癫和善良 才是最好的抗争方式 也是回击宿命的力量之源 无独有偶 国产剧集漫长的季节中 也有两处反宿命探讨 新时代用失忆抵抗命运 老时代用幽默解构命运 越是痛苦压抑的时代里 越容易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 南北两片苍茫的热土 同时探讨命运 并传递反抗精神 他们在创作领域遥相呼应 当真是可喜可贺 但从社会和时代的变迁上来看 这种文艺复兴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吧 好了朋友们 关于电影命案的解读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欢迎点赞留言 一起成为看片艺术家 我们下支影片 再见